粉紅色的櫻花 翠綠色的茶園 搭配著藍藍的天 這就是阿里山有名的茶園如櫻花 哈囉,大家好,我是水貓 阿里山著名的櫻花季終於開始了 今年因為冠狀病毒的原因 沒法去世展開櫻花 只好留在台灣 台灣的櫻花雖然剛起步 但是搭配著高山、茶園 也相當有特色喔 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阿里山的櫻花由2月中開始 沿著18號阿里山公路 由半山腰的矽頂奮起湖石桌 慢慢的往山上森林遊樂區開去 本次要去看奮起湖周邊石桌的櫻花 名氣雖然不弱森林遊樂區的櫻花大 人潮比較少,逛起來也比較幽靜 賞櫻的地點在石桌地區 主要有長青居 頂石桌遊客中心 霞之步道 與竹園 推薦路線如下 由長青居走到頂石桌遊客中心 看完櫻之道之後 爬上峽之道 在沿產業道路走回遊客中心 再走到竹園 全程約3公里 預計需要1到2個小時 石桌附近沒有大型停車場 路邊皆可停車 注意3月10號到4月10號 假日上午 小行車禁止上阿里山 上阿里山了 車只停在長青居附近的馬路邊 長青居的櫻花在前院與後山 前院的櫻花叫大科 花苞也不少 後山的茶園 也有不少的櫻花 稍微逛一下 就往遊客中心前進 一路上有不少茶園 遠山山寺也很雄文 遊客中心旁邊有兩條步道 往下的步道叫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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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之道 穿梭於櫻花之中 很適合健行 游客中心附近的小販 也有賣好吃的超阿貴 有包香菇與蘿蔔乾 往上走到櫻之道 往上走到櫻之道 可以看到龜甲狀的茶園 也很特別 俠之道 中段有一處美麗的竹林 陽光透過竹葉灑下 很有京都竹林小徑的感覺 趴到了俠之道上方 景觀更加特別 有一排站立在茶園中的櫻花 充滿了聖岡小景岩櫻花的味道 有拌著茶香的金黃油菜 在陽光下水風搖曳 由山上往山下望去 視野分外特別 視野分外特別 掌音完後可以到奮起古老街走走 吃個便當用個餐 看看小火車 本集就在阿里山美麗的櫻花與茶園 陪伴下道的女生 歡迎訂閱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